最近在国签期间有网友晒出了王宝强一家三口一起出游的照片 照片中的宝宝举起剪刀手露出笑容 虽然销售了不少但是看起来心情还不错 看这一家三口的照片感觉宝强已经开始走出阴影了 宝强的母亲也非常开心露出了笑容 可能是因为宝强在慢慢的好起来吧 母亲自然也跟着开心 近日王宝强刘浩然肖央等人在美国曼哈顿时代广场拍戏的照片曝光 照片中三人都穿着在剧中的戏服坐在一辆车上非常认真的拍戏 据了解知识三人在一同拍摄新戏唐人街探案2 早前在第一部中三人就曾一起合作过 此次再合作相比第一部中也增添了不少默契 最近王宝强前经纪人宋哲被抓的消息引起热议 网友们纷纷担心王宝强又会被此事影响到心情 从现场照片来看 王宝强一直在认真的拍戏 笑容灿烂 丝毫不受宋哲马戎风波的影响